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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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金莊艾石拆解金融密碼 各位觀眾 大家好 好 現在我們錄音這一刻 又是4月21日解禁 非常開心 不知道大家今晚去哪裏吃飯 但是恐慌我們吃飯都會吃得不高興 李宗盛 為什麼 現在大事件要發生 說一下今集說什麼 先說一下 噢 不是啊 大事件是進行中 現在去到中段 中後段 中後段 現在當然是天意 樓盛意外 打這麼久 這場仗 什麼事啊 是啊 今天呢 講的就是 究竟這件事是天意還是意外呢 第一件事就是 年輕的人不知道 就是2003年3月20日 第什麼日子呢 就是香港 沙士爆發的日子 就是那天呢 就是宣布呢 就是這個社區大爆發了這樣 但是呢 同一日 就是這個 美國打伊拉克開戰那天來的 同一日啊 跟著呢 這個什麼沙漠風暴呢 是總共 我記得是 總共打了42日 就是呢 去到5月幾號呢 就收工了這樣 然後呢 香港的沙士呢 也都差不多完結了 那呢 現在呢 就是我一說 你知道差不多什麼事呢 就是這個 香港的Omicron爆發是什麼時候呢 那就是 其實呢 4月24號呢 不是 2月24號呢 就已經爆發了 但是呢 這個 在這個2月中的時候 美國經常說 俄羅斯呢 在2月16號呢 就會打仗的了 那天就差不多呢 就是香港Omicron爆發的日子 就是突然之間幾何級數上升那樣 然後呢 什麼時候會打仗呢 其實我覺得應該不會很久 去到5月 去到5月中就應該玩完了這件事 就是叫做 可以說 就是 那個市會狂升的了 如果這件事 啊 這麼快玩完了的話 是啊 因為今天說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說 其實呢 一開戰那天呢 普京真的以為7天打完的 就是不只是我以為7天打完的 就是很多人呢 看完這個 哇 第一天開戰已經這樣了 看怕很快打完啦 這樣 那 除了我還有一班人都是這樣想的嘛 那 就是呢 原來 普京他自己都以為是 誰知道呢 原來呢 普京 旗下呢 就是一個豬隊友 啊 不是 應該說是老鼠來的 那 他做了一些事情 搞到普京呢 就失敗預算 就是 就是說 咦 為什麼打到他不對路呢 原來我身邊有個傢伙他沒有做事 頂你的肺 這樣 跟著那個傢伙當然被抓了 就是抓樓灘啦 是啊 那 問題呢 就是說 如果這個 烏克蘭戰爭 真是7天地 就搞定呢 那 就沒有了這個美國和歐洲制裁啦 那 其實呢 美國和歐洲制裁呢 是一件很大的事來的 那 大家都看到了 然後呢 我們還看到 就不只是制裁 就是看到普京他怎樣可以 拆了這個制裁 就是說 現在制裁呢 基本上 就形同虛設的 雖然 這個俄羅斯呢 就 就要今年是蒙鬥這個很大的經濟損失 但是畢竟呢 這次制裁呢 是沒有辦法整呱這個俄羅斯的 就是說 就是你看一下盧布 現在已經升回到之前的水平啦 跟著呢 平日到街買那些 什麼供應那些 就是幾十幾百個品牌 撤出了之後 但是那些人一樣是有東西買的 跟著呢 失業率 失業率當然多了 但是 也都不是很嚴重 就是還撐得住 這樣的制裁已經輸了 那這件事究竟有什麼重要性呢 就是說 哦 如果 如果美國還用這條條子 對付中國 那中國就照樣打 這樣就可以拆到彈的了 所以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不過呢 我怕美國呢 恐怕不用對付中國呢 上海自己都會對付中國了 我覺得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究竟呢 鹹門社長 一個不愛國 是吧 可以說一些這麼不壯志的說話 那我們就是 要按個按鈕 看看艾瑟怎樣教訓社長 OK 大家按鈕 好 按鈕 好 按鈕 好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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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按鈕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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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